《原文哉族》 《原文哉族》 《书接上回》 《上回》就讲到 聪明一世的王石雀 这回就犯了个大错了 怎错误呢? 唉,他提出三皇并峰 哇,就说是,按掌幼有罪 如果皇后没儿子生呢 那你的王长子就接位做太子 那你拿来说而已 那你为什么不立法做太子呢? 这么久连送他读书都不肯 分明是有意压他的嘛 你现在提出来三皇并峰 喂,三个王子地位平等 三个王子而已 再过几年 哪里还轮到你皇长子呢? 当然是郑贵妃三个儿子接位的嘛 所以,所有的大臣都不服气 礼部尚书、礼部尚书、各国尚书 都纷纷来找黄石雀 有些大吵大吵 有些就在这里求求他 喂喂喂,你快点收回你这个建议啦 那这样搞不好的嘛 黄石雀呢 就被他们搞得狼狈不陷 但是,黄石雀还咬着牙关 死顶着嘛 死都不肯收回你的建议 为什么呢? 他有他的想法的 黄石雀做了几十年官的啦 你以为他不知道嘛 万力皇帝怎么想他都一清二楚的嘛 他之所以提出说三皇并封 实在是迫不得以将计就计 想希望皇上呢 用分封三个皇子一会儿 就定了皇长子的地位 那然后呢 就争取送他出去读书 再立他为太子 咦?所以黄石雀是忍辱负重 任人笑骂咬着牙关的等待时机 有些言官呢 就不理解他的心意啊 有一天就去骂他 但是有个树吉士 李腾芳就一眼看穿黄石雀的想法 他写了封密信 亲嫂就交给黄石雀 那黄石雀是首富嘛 一般的树吉士是吧 芝麻绿豆而已 一交封信给他 他袋下袋就算的啦 偏偏这次呢 他就拿出来看一下嘛 一看他就吩咐李腾芳 你别走着 你进来跟我谈一谈 跟着他就问李腾芳 你的意思到底是怎样的 原来啊 李腾芳那封信啊 虽然是很简单的 转作财立 嘿 这句话真是深刻尖锐 功 功就是指皇受着啦 即是说你呢 都是暂时啊 就好像是 听从皇上的意见 实在 你就是 藉口说 封三个王子 咦 那就用来做 策立太子的转机啊 真是一句话 就说穿了 黄石雀的心意啊 黄石雀就问他 那你认为怎样呢 李腾芳就说啊 大人确是有这样的心意 不过大人有没有想过呢 三皇并峰 然后要策立太子 恐怕并非三朝两日的事啊 黄大人 你到底能够留在内阁多久都很难说的啊 万一 有一日大人辞退了 接手的人 有没有大人的本事 有没有大人的魄力 很难说的 那策立太子 能不能够办到 哪个都不敢说 到时黄大人你要付全部责任啊 黄石雀一听 当堂打了个冷阵 他知道这件事 自己是要担大很大的责任啊嘛 如果策立太子这件事搞不成 成为千古罪人的嘛 不过他还是有自己的把握的啊 他听了这些意见之后呢 依然没有打算撤回自己三皇并峰的建议啊 因为啊 他啊 他啊 手上 握着一件十分有利 最保险的东西 所以一连十几个人啊 来吵吵来劝告他 黄石雀一意不理 始终不肯收回三皇并峰的建议 死都不肯开口 死都不肯认错 死都不肯收回这个建议 一直到有一日 他的学生叫做黄就学 上门来到见他 既然是学生嘛 就不必客气了 一进到屋 这个门生就一边流眼泪一边讲 三皇并峰这件事 人人都说是路斯一手造成的 如果真是这样啊 恐怕黄老师 你会遭受灭门之和啊 跟着他就哭了 黄寿雀呢 就安慰这个学生 嘿嘿 你不用担心 那些人呢 都是乱这么说的 你放心 我有我的打算的 老实说啊 我是有把握的 我已经写成物咒来交给皇上 皇长子 翌日 如果登基做皇帝 看到这份物咒 他当然就了解我的心意了嘛 原来呢 王寿雀 之所以有词无孔 不听人家的劝告 不怕人家讲那么多闲话 他有他的把握的 因为 那物咒就证明他自己 说提三皇并峰 这些是拿来说是假的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借三皇并峰 肯定了皇长子 是大仔的地位 所以 那皇后没得生 谁人都知道的啦 皇后年岁又大 加上皇帝 从来都不肯有外公 和他住的 那哪里有得生的 现在三皇并峰 但是说明 如果皇后没得生 就为皇长子接任太子的啦 谁知 王石雀的学生 就说了一句 王老师 你是这样想的 但是 人家是不是这样想的呢 如果人家不是这样想的 到时候王老师你就悔之莫及了 王石雀一听 哎呀 是吧 是吧 自己真是做了一件蠢事 一件不可遥书的大错 不可弥补的漏洞的 你想想 如果将来 郑飞生的第三子 做了皇帝 一看到这份蜜就说 哦 原来你是三皇并峰是假的 你实在想封皇长子 他把你全家都杀清光了 肯放过你吗 那你必死无疑的嘛 如果皇长子登基做皇帝呢 那他说 他说 我本身就是大子 我做皇帝是天公地道的嘛 那为什么你要搞三皇并峰 要把我的地位拖到和第三子的地位平等 那你就是靠害的 所以 黄石酌这个建议 实在是两边都不讨好 无论哪个做皇帝 都要找他来什么当罪人的 黄石酌就知道自己错了 弊了弊了 他就立刻专程的拜见皇上提出一个要求 要撤少三皇并峰 萬力就当然不肯了 喂喂喂 三皇并峰是你提出来的 不是吧 陛下 我是按照你的意思 那便提出三皇并峰而已 那 以后 你把财立太子的事全部都推在我一个人的身上 那 那我怎么顶得住啊 皇帝就说了 哦 那你又要撤回三皇并峰 喂 那就是认错的 那你认错就不要紧了 我怎么 我是皇帝嘛 皇帝也认得错的嘛 黄石酌这回真的没办法了 他就照直说了 陛下 你是一国之君 我是大臣 你不认错呢 没有人敢说你的嘛 但是你把责任推在我身上 我就连祖宗山坟都被人挖光了 陛下 无论如何 我都要将三皇并峰这个建议撤销了 今天黄石酌呢 就真是叛死了 咬着牙关 我怎么都要撤销这个建议的了 我宁愿辞职不做起了 皇帝要被搞到没办法了 现在这些大臣就整天上梭 要皇帝拆立太子 唯一支持他最有力的大臣 就是黄石酌 因为他都不做了 那怎么办 没办法了 最后 只好下令就撤销三皇并峰这件事了 好了好了好了 唉 吴峰啊 再等三两年 如果皇后还没儿子生呢 到时就峰皇长子做太子起了 但是那些大臣就没那么蠢嘛 个个都知道你皇帝是追满车大炮 说话是没句真的 于是呢 就继续上梭要求皇上尽快拆立太子 皇帝死了一片颈 我说不立就不立 你谁再在这里吵意巴掂的呢 我就是从严处止 切迹茶板 这回呢 就难为个皇石酌了 皇帝拿他做挡箭牌什么都堆下了他 那帮大臣呢 就个个说他是走狗 王石酌就夹正在中间 就整天都在挨脑 王石酌就没了办法了 就写了封信 就圈高皇帝 还是要尽早策立太子 封信呢 写得十分诚狠的 最后呢就说了一句心里话 他说 神入朝廷已经三十多年了 一向都颇有名声 一向都颇有名声 为了这件事 被天下人 摘骂 几少 实水令神 痛心疾首 那这封写得这么诚狠的信 万历皇帝 看完之后 多笑 应该是有些速度 是吧 谁知道不是 皇帝看完之后 回了封信 大力分斥 王石酌 那他办事不力 这封信呢 是皇帝派人送到内角的 那王石酌就拆开封信来看 那时候呢 内角的成员 张卫就在场了 本来呢 王石酌虽然为人硬颈 精识 但是 每一样都遷就皇帝的 从来没跟皇帝反面 怎料当时在场 那个内角成员张卫呢 他声情是十分火爆的 看到皇帝那封 罵黄石酌一信 他就不抵得了 他就发火了 就说黄石酌 男人大丈夫 这么来被人侮辱都可以 几呆都顶了 死就死了 黄石酌就受他的影响 好像喝了一斤烈酒 整个变了 即刻写这封 操持激烈的咒唆给皇帝 将皇帝罵了 罵到皇帝无地之用 谁知呢 这封 罵皇帝的信 反而取得 出乎意料的成功 不 万力啊 虽然很凶死 但是他十分聪明的人 他平日为人顽固 敢于跟那帮大臣斗 因为他有内角支持 什么又内角参着腰 跟他作主 现在 罪得的首富都反面了 喂 没得依靠的嘛 所以 万力就不敢再发脾气 不敢再撒赖 就无可奈何 哦 至好在万力二十二年春天 夏圣子 送皇长子出国读书 那就是 变相承认 立他为太子的啦 但是始终不肯宣布 不宣布到啦 哎呀 送他出国读书 变相承认他是太子 那也好啊 新时行没办法完成了大事 黄石着就做成功 那照广啊 这件事是很大的功劳来的嘛 是黄大人做出的成绩 那他的地位应该更加巩固啦 甚至刚刚相反 因为明代那些大臣是很执着的 这皇帝说要立太子 始终拖三拖四了 不肯立 虽然现在说送他读书有多少进步 但是 你都是没有执行你的乐言 你都是不肯立太子 所以大臣一样的不满意 一定要逼皇帝 即刻拆立太子 朝廷就吵闹不忧 茅头呢 也致就低准黄石着 在万历二十一年 刚刚那年呢 是警察之年 这件事呢 就逼到黄石着陋荡啦 明朝的所谓警察 我们以前也介绍过啦 每六年呢 就警察一次 咦 拆的就是考察的意思 就是等于现在干部考察 考察的对象 就是 五品以下的官员 包括京城和全国的官员 本来呢 这些明朝的考察 都是求求其其 走过场啊 大部分都妈妈夫妇 这么算数的 警察也不同嘛 他六年才考一次嘛 而且呢 主持警察的 六部之首尼部尚书啊 尼部尚书官大拳宠 他要处罚你这些五品以下的芝麻官 真是举手之路 所以 凡是到警察啊 所有那些五品以下的官员 个个都心惊淡跳的 阮太野御史 以言官 个个都是考察对象来的 要受審查的 特别啊 如果 那些主持考核的官员 个个好像包工那样 陆身不形 一些人情都不讲人 啊 这样就更难过关了 偏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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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警察 主持者 尼部尚书 宣龙 和考工师郎中 赵南升 哇 两个都很难顶啊 那个尚书呢 就没那么厉害 至于那个赵南升啊 哎呀 这个人真是百年难得一遇的 幻顾派 谁人听到他的名字都害怕 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呢 欲知后思如何 写到下回分解了 啊 有的 一定员 耶 主持人 本身 这些人 还不再的是 有这个人